太空梭是什么? 太空梭是可以数次往返于太空和地球之间的飞行器 它既能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 也能像太空船那般在轨道上运行 还能像飞机那样在大气层中滑翔着陆 1981年,美国国家航空局太空总署发射了第一架太空梭 哥伦比亚号揭开了人类航空史上占星的一页 太空梭和太空船有什么不同呢? 太空船是一种运输太空人 或五,到达太空并安全返回的太空载具只能使用一次 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正因如此,科学学家们才研发出可以重复使用100多次的太空梭 支持补给站,大家知道每个国家航空局太空总署一般简称为NASA 是美国负责太空计划的一个政府部门 我能飞行百多次呢?